齊桓公吃完易牙做一碟菜,大讚好味道 跟著問易牙,這些是什麼肉? 主公,人肉 什麼?人肉?你殺了什麼人? 沒有,是神的兒子,剛剛三歲大 但是,神聽說主公沒吃過人肉,沒試過人肉的味道 故此殺了兒子,讓主公試味道 主公,做神職的就要忠於國軍 只要國軍歡喜,神下的什麼都可以報效給國軍 齊桓公聽完他這麼說,心有點不當安樂 就叫易牙推下 哈,本來明眼人一眼就看穿了 好像易牙那樣的人,為了博取國軍歡心 居然連自己的兒子都可以殺出來做菜 這些利欲分心,六親不認,禽獸不如的小人 他什麼壞事不會做出來呢? 誰知道偏偏的齊桓公他不是這麼想 他想,他為了我要試試人肉的味道 居然連自己的兒子都殺了 這樣他也挺難得的 慢慢呢,齊桓公就不單止喜歡吃易牙做的菜 而且呢,易牙說的話呢,他也挺喜歡聽的 從此,易牙就勾結了樹雕 在宮內逐漸糾合自己的勢力 想說操縱大權 那最大的障礙呢,當然就是上國管仲 那兩個小人呢,就夾在一起 對齊桓公搬弄是非,想挑撥他的軍臣關係 有一人,兩個人一起去見齊桓公就說 自古以來呢,都是國軍下令臣子奉令辦事的 哪裡好像現在那樣,主公什麼都聽完管仲的說話 什麼都由縱婦來作主 這樣搞搞下,齊桓就變成 只是懂得管仲,不知道有國軍的了 嘩,這幾句說話真是十分厲害的 齊桓公聽完呢,只是冷笑兩聲 寡人之所以有今天全靠縱婦 寡人和縱婦就像身軀和手腳一樣 有手腳才成人,有縱婦寡人才成為國軍 你這兩個小人,你懂什麼?以後別多嘴 由於齊桓公真正信任管仲 所以這兩個奸臣才無所思其忌 後世亦稱讚齊桓公,說他所欲成就一番霸業 跟他信任管仲能夠用人物而以人物用 就有很大關係 果然,經過管仲和一幫賢神 齊心合力來整頓國政 齊國真的變成一個強大的諸侯國 到齊桓公在位五年 齊桓公對管仲說 寡人多得縱婦主持國政 如今已經冰精涼足 想匯合各路諸侯來定霸業 你看,是時候沒有呢? 主公,當今諸侯比我們齊國強大得多的還有呢 南方有楚國,西方有秦國進國 他們都想成為獨霸一方的霸主 為什麼不能夠成事呢? 就因為他們只知自己青紅 看不起周朝天子 對天子畢竟出師無名 所以不得人心 雖至今日周朝雖然已經十分衰微 周天子已經認同傀儡 但是,畢竟是天下之主 是所有諸侯的主上 而百姓心目中 各路諸侯都是屬周天子管轄的 如今主公想成為一方之霸主 一定要表示尊敬天子 要借用天子的名義 懷奉天子之命來到大會諸侯 和各國來定立盟約 然後再提出保衛中原抵抗外族入侵 要輔助弱小的諸侯 對強橫不講理的諸侯 就匯盟出兵來討伐他 那麼海內諸侯見我們齊國能夠主持公道 一定會擁戴主公 這樣就不動肝戈可成荒白之葉 齊援公聽完十分歡喜又問 那麼下一步怎麼辦呢 宋國因為南宮長萬之亂 現在國軍都未曾定位 主公可以派人去洛陽見周天子 一來就表示對天子的敬意 二來請周天子派齊國去召集 各路諸侯來商會 和宋國國軍定位 這樣就可以成事了 齊援公立刻照管仲的意見 派人去朝見天子 那個周朝天子 見到沒有過諸侯理會自己 現在大國齊國軍這麼給面 當然十分高興了 全都答應了 派齊國召集諸侯 來和宋國新國軍定位 齊國就借用周天子的名義 通知宋、魯、鄭、衞、陳、蔡、曹、朱 八個諸侯國 在三月初 在齊國北行的地方來商會 齊援公就想顯示齊國的兵威 就問管仲 這次諸侯商會 我們帶多少兵馬 要多少兵車來附會 主公不用的 既然奉周天子的命 來召集這次聚會 那就應該是宣揚仁義的衣償之會 所謂衣償之會 即是大家以禮相待 衣冠整齊 坐在一起來商談大事 而何必全副容莊 燃耀武力呢 齊援公聽從管仲的主意 立即下令 在北行的地方 建了一個三丈高的高台 台上面擺著周天子的座位 就表示周天子的地位是最高無上 在高台上面 又擺滿了名貴的玉白器具 佈置十分整齊宿目 又在附近建了幾座十分堂皇的管舍 轉門招待國路諸侯 到期了 宋國、陳國、諸國、蔡國 四個國軍都先後來到北行 那時候 諸侯互相勾心鬥角 你怕我我防你 雖然說是結盟 就各自帶著兵馬來的 一到這裡見到會場 一派宿目安場的氣氛 高台上面還安置著周天子的座位 會場上面沒有齊國的兵車在那裡 四個國軍就說 齊援公這麼信我們 連兵車都沒有步相隨 真是以誠代人十分難得 四國的國軍就立刻下令 叫跟隨自己來保護自己的兵車 通通後撤二十里 大家在這裡等了幾天了 就快到二月底了 說明三月初一開會 等來等去就只有四國來 請了八個國家諸侯來的 有四個大國都沒有禮 齊援公就心急了 立刻找觀眾來商量 怎麼辦呢 有整半人沒有禮 不如等下 不然就改旗算了 觀眾就說了 不要管他 不要等 也不能改旗 古語都有話 三人成種 現在已經有四個諸侯國來了 連齊國一共五國 這樣也不算少 說了幾時開 就依時開 如果改旗就變成自失信用 萬一等候諸侯不來 到時反而自取其辱 主公 這次是初次會合諸侯 一開始就不守信用 又受侮辱 以後怎麼創霸業呢 不要管這麼多 依時相回 齊援公又問了 那什麼時候提出來要結盟立盟主號呢 唉 這樣就急不來了 現在人心未定 想定盟約 要先看這次諸侯之會 能不能夠開到尾先 齊援公一切依從管仲的主意 三月初一 五國諸侯依時相會 大家客氣一番之後 齊援公又說 周朝皇室早已衰微 諸侯之中有些目無天子滅視朝廷 有些還公開叛亂 寡人奉周天子之命 今天會合各位來商量如何康復皇室 今天既然各位相聚一堂 就要推薦一個人來做主持 各位依下如何呢 齊援公說完 四位諸侯就要私下商量 推選誰好呢 照說呢 這次商會呢 是齊國發起的 應該推選齊援公來主持的 但是呢 宋國的証號最大 是公爵 齊國是低一等的 是猴爵 尊卑有別 不能夠調開一個爵位最高的 推選一個低的來主持的 現在呢 如果推選宋國來主持呢 宋國的國軍 現在還未定位 名分也未定 要靠齊援公來代表天子會諸侯來定名 宋國說 怎敢得罪齊國啊 所以大家商量來 商量去 好久都沒有過結果 最後陳國的國軍就說 既然天子 只捉托齊侯來召集諸侯商會 那就由齊侯來主持最合適了 當場呢 大家一致推舉齊援公來主持 五個國軍 一起登台商會 這次呢 雖然只有五國參加 但是呢 就是齊援公九次會合諸侯的第一次 因為在北橫這個地方開 就叫做北橫大會 五國諸侯剛剛坐下來商量大事 管仲就上前稟 他說 老國衛國鄭國曹國 這四國諸侯故意違背周天子之命 沒有來到北橫商會 滅是皇室應該討伐他們 齊援公就乘機說 我們齊國兵馬不足 想跟各位一齊商量一下 我們大家一齊合兵 來到行事如何呢 陳國賽國諸國三個國軍 當場就答應 唯獨宋國那個宋援公呢 吵聲都不出 過晚 宋援公回到行館 就對跟隨他來的大夫 大叔皮說 齊援公妄自尊大 是,他一個爵位還低於我 他竟敢爭著來主持盟會 現在還提出來說要調遣各國兵馬去打仗 開了這位頭 將來我們被牽著秘歌走 那你说怎么办呢 大叔皮就说 现在齐国召集八国诸侯来到商会 只有一半来 齐国势力还未曾很大 如果他集合四国兵力 打败了老国和郑国 那齐国就可以称霸了 齐国称霸对我们宋国就十分不利 现在来聚会的四国诸侯 我们宋国是最大的 如果我们不肯出兵 那三国一定散掉的 主公呀 今天我们之所以来辅会 无非是为了得到周天子承认 和国君定位而已 现在已经定位了 还用不理他这么多 不如立即翻扯吧 宋国君果然依从了大叔皮的意见 当晚五更 偷偷地扔回宋国 明天一早 齐桓公才知道 宋国君已经漏夜扯了 那宋国一走呢 出兵的事呢就搞不成了 不幸之会议都散了 齐桓公就十分生气了 马上要派大叔祝宋国国君回来 观众就说 请人来商会 他既然走了 你派给他逐他回来 那不好的 将来才对付宋国 现在有些事 比这件更急的 有什么事 比这件更急的 主公啊 老国是周天子亲戚 他都不肯服从天子之命 如果你不去制服老国 那你何以服宋国呢 而且宋国离我们远 老国离我们近 更应该先对付老国才是 哦对 中富说得对 不过怎么打法好呢 主公 老国边境有个富庸小国 叫做碎国 碎国就很小的 兵力又弱 我们不用打 只要大兵一到他就会投降的了 我们将大军等在碎国 那老国就一定害怕 到时会来求和的了 那我们修复了老国 再去对付宋国 就势如破竹了嘛 于是齐桓公就听从了 管仲的主张 亲自带兵去攻打碎国 碎国的这么呆的小国 无端百事呢 这回就做了牺牲品 一夜之间就被齐国占领了 齐国大兵就等在老国边境那里了 老国国军一知道就怕了上来 死了 齐国这次果然重兵压境 分明是准备攻打我们的了 立刻召集群臣的商议 公子庆父就说 齐国两次打我们都被我们打败 这次再来 神愿领兵迎敌 大夫斯伯就说 不行不行 第一 管仲天下奇才 现在他训练的士兵十分精锐 我们老国不是他对手的 第二 不幸之会 齐桓公是以奉天子之命来召开 老国没去 被他执到藉口 说我们违背君王之命 你亏在我嘛 第三 主公曾经帮助齐国杀了公子桥 是有功于齐 周皇基下架齐桓公 主公又帮他主持大礼 为他的分事粗劳 如果我们抛弃了往日之功劳 结将来的仇怨 那就太不值得了 为今之计 不如讲和认错 和齐国结盟 齐国自然会退兵 老庄公就听从斯伯的说话 叫斯伯写封国书给齐国认错 还说老国也是个大国 如果兵临盛下来求和 就太失体统了 请齐兵退兵 老国军愿意到齐国来结盟 齐桓公一收到这封国书 十分高兴 众父真是了师御神 立刻下令退兵回齐国 请老庄公来到齐国商会结盟 老庄公又是召集群臣来商量 当场就问 谁能够跟随寡人去齐国呢 下面只能大声认 神怨王 老庄公的体原来是曹末 曹末算是勇猛 知道他曾经三次被齐国打败 在长寿之战还身受重伤 这次叫他去妥当不妥当 老庄公正在犹疑 曹末又是要求他 老庄公就问他 那你三次被齐国打败 你去怕不怕齐侯耻笑呢 神就因为三次都拜在齐国手下 以至去就要一招洗脱三败的耻辱 好 好 这次寡人去齐国结盟 实在是认错求和 等于打败仗认输一样 如果你能够为寡人说耻 寡人就跟你一起去 一切听从你的主意 老庄公果然带迷曹末 和一大批徐从来到齐国 齐桓公知道老国国军来了 就立刻做好准备 约定日期相会 那天 老庄公就和曹末带领一大批徐从来到会场 一进来一看 得人害怕 四面的兵士持枪大剑 密密麻麻手都拾 中间搭着一座高高的高台 一共分七层 每一层都有精壮武士 手拿着黄旗来把守 顶上那层立了一面大旗 上边受着方白两个字 那白字呢 就是宿白的白 但是又读了霸王的霸字 是当霸字来用 方白就是读霸一方 大旗下边设有香岸 香岸旁边有个大鼓 将军王子城府 趁着拿着鼓锤站在那里 高台最底的层 东南西北四面 插着青红黑白四支大旗 每支大旗下边排列着整整齐齐 十分威武的勇士在那里 每一对勇士 又有一个苦背红腰的将军 带领着 高台的旁边 竖着两条大的石柱 石柱绑了一只黑牛 一匹白马 是准备汤黎撒血维盟用的 大将军东国瓦 就站在台下边来迎接跪客 气氛是十分庄严 老庄公就带迷曹没 和一帮随从就准备上高台 去见齐桓公 怎么知道齐桓公号令下来 请老国一军一臣登坛 其余人等在下面等候 那个老庄公一听 当堂面色都变了 脚都远迈 大将军曹没 那时全身穿着盔甲 一手拿着宝剑 一手就扶着老庄公 一步一步就走上来 刚刚登上台阶 齐国的大将东国瓦 就上前难阻裂 今天是两国国军友好之会 两箱赞礼 什么大空气 请你放下宝剑在这里 曹没两眼一灯 好像一对红灯笼那样 双眼红得冒火 有时连眼角都要裂开 曹没大喝一声 东国牙当场打倒退退了三步 曹没就扶着老庄公 一级一级 一直上到第七层最高的台阶 两国国军就互相行礼问候 然后齐国的将军 王子城府就雷起大鼓 三通鼓响之后 随从就拿着牛血上来 请两国国军杀血为盟 举行宣誓仪式 曹没右手拿着剑 左手一拉就拉着齐桓公的三袖 满面杀气 怒目灯眉地望着齐桓公 管仲见到不对路 立刻扑上前 用身体来挡着齐桓公就问 曹将军 你敢做什么 没事 老国几次都受人进攻 受人欺负 君侯以辅助弱小为名 来到聚会诸侯 为什么不是我们老国主持公道呢 管仲就问 那你想怎么办呢 齐国此强凌虐 夺取我老国蚊羊的大片土地 今天就请君侯主持公道 将土地还给老国 那就闭国国君 立刻和君侯撒血为猛 管仲就对齐桓公说 主公可以答应他 齐桓公接着说 好好 寡人答应你 曹没才放下宝剑 拿起装着牛血马血的盘 请两位国君撒血为猛 齐老两国国君 举行完仪式之后 曹没对管仲说 上国是主持齐国大政 神愿以上国立盟 齐桓公卡卡声笑走过来说 哈哈 你又何必劳烦众父呢 好 寡人同你来得立使 跟守齐桓公对天发誓 一定将闻羊的土地还给老国 曹没那时才拜借齐桓公 两国君臣喝酒交谈十分高兴 散一席之后 老庄公就回到行馆休息 齐国那帮大将就不服气了 在商量 气游刺利 曹没居然对主公这么无礼 用剑来要挟 拿到文阳那大片土地 不如就趁着今晚 我们带领兵马围攻行馆 捉了老庄公回来 杀了个曹没来出口气 谁知这件事就被齐桓公知道 齐桓公立刻禁止他们这样做 齐桓公说 寡人已经亲口答应曹没了 说过的话就要算数 普通一个老百姓都要遵守乐园 讲究信用 何况一国的国君 怎能够讲了就不算了 将来齐桓公亲自去行馆 自走直来和老庄公送行 why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栈梦 想想要 ?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